3月2日晚,偶像练习生播出第七期,这一期继续了第六期未知测评的战火。作为人气与实力艰巨的选手,范诚诚选择了RAP组的Very Good。在歌曲中,范诚诚完成自己歌词部分的创作,触人心弦的话语,引人泪目。范诚诚把从小备受质疑的经历变成歌词,向全名制作人道出了自己的心力话。 她在词中写道,2000年6月16那天我在青岛出生,和别的孩子一样哭得大声。在生下来那些伴随我的谩骂声,我的梦想开始质疑同时开始发猛。一直以来,范诚诚的身份都备受争议。出生于2000年6月16日的她,比姐姐范冰冰整整小了19岁。在她出生之时,范冰冰已经走红。 很多人在网络的异端争论这样的话题的时候,却忘了她目前还不到18岁。当张艺兴采访时,她表示我不想因为是姐姐的弟弟而被知道,想因为是范诚诚而被大家知道。 讲这段话时,范诚诚眼圈范红与带哽咽,有网友感慨道,范诚诚确实不容易。 这些年网络上风言风语太多了,能走到今天确实不容易。当年18岁的我还只会死读书,18岁的范诚诚却已经能在舞台挥洒自如。 她承担了比其他选手更多的压力,未来有无限可能。 相比舞台上的一本正经,舞台后的范诚诚瞬间表情包上线,来参加节目胖了20斤的范诚诚,直言,胖得不得行了,我现在,还向承销咨询怎么受腿,也是real可爱,偶像练习生意pick谁呢,是可帅可萌的范诚诚,还是蔡徐坤,朱正廷,小鬼,黄明浩,Justin,丁泽人,Jeffrey,尤长进,王子义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